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小梁哥啊 你覺得你是一個體貼的人嗎 當然啊 看你是要怎麼體 怎麼貼 我都可以 好 你看吧 就是因為你這樣胡說八道 我們離京東講越來越遠 有嗎 評審有這樣跟妳講嗎 有 他有寫信來投訴 有寫信 有 評審 直接打給我 好了 我們這樣講體貼 你們有發現體貼這兩個字的認知 東方跟西方就差很多了 真的是大不同 對不對 有大膽的姑測 西方人會覺得男生對女生要體貼 對 東方是覺得 女生對男生要體貼 這個觀點就很不一樣 真的嗎 你們是這樣想的嗎 不然我就問一個 這個社會愛情觀察家 夢多 夢多 夢多怎麼了 你交過這麼多國家的女朋友 郭伯俊 你這樣講她 怎樣 你這樣講得好像她很濫情一樣 要不然要怎麼問 你應該問說夢多 你 這樣有這樣跑 我 夢多 你交過這麼多國家的女朋友 你有沒有覺得體貼很重要 非常地重要 因為呢 因為我很體貼 所以有辦法就是 就是交往國家 很多國家的女朋友 對不對 你看看肚立 她是每個也放一個 然後馬凱姐每個禮拜放一個 然後呢 飛帶你每一個小時放一個 然後呢 一個 明天就禮婚了 喂 喂 夢多 你不要這樣子亂講話好不好 你要懂 而且這些體貼這件事情 是給我們的外國人一些壓力 你覺得是體貼 但是我們覺得是壓力 這個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這個你可能要稍微檢討一下好不好 而且你只有三秒啊 你這個叫體貼嗎 三秒 什麼 她熱情啦 熱情嗎 對啊 因為像日本人大男人 他可能很少會去體貼女性 對啊 也可能因為這樣 就失去很多女朋友了吧 例如說上面那一個 什麼 沒有 我覺得 對啦 對不起 很弱 很弱耶 尷尬了吧 所以今天就要聊一下 東西方兩邊的體貼來說 而且一開始火藥味這麼重 對不對 那所以今天我們也請到了 體貼才能很甜蜜 少了這個就很扣分喔 我們的東方團代表歡迎 但對面的體貼過頭 就是傷感情喔 親愛的我快窒息了 我們的西方團代表歡迎 你知道東方人 超體貼的暖男行為 居然是老外心中最大的壓力嗎 今天東方代表們 帶來自認體貼的拿手絕活 究竟有哪些 會讓西方人無法接受呢 那有沒有哪一些行為 對你們來說是非常甜蜜的 有嗎 對啊 這是應該的嘛 你本人嗎 我本人 沒有 就是那個時候 你做完的家事應該會很惹人 惱火吧 對 對 而且她最該忙的那一件家事 總是做不好 很好 但是呢 問題是 就是有些外國人不怎麼覺得 我有一次啊 因為我現在沒有這麼做啦 因為我之前就在日本嘛 那個時候找到一個 哪裡啊 大阪的一個女朋友 哇 你看哪裡 她都不複雜啊 突然忘記 她是日本的哪裡 對 很複雜 然後呢 她非常非常地傳統的一個日本女孩 我沒有說不好剛好 但是我們習慣 她是每次這樣喔 比如說 她因為那個時候學生 但是我有工作 那我下班之後呢 她不管怎麼樣 她就是自己來我家 煮東西 打掃好 然後就自己回家 對我了 然後這個體貼 覺得她那麼信賴 有相信我 然後就是我也很開心 那所以就是說 我能做什麼 比如說昨末 沒有工作的時候 台大出去玩啊 男人該要做的事情 我都會做 但是一個我的美國的朋友 他說 對啊 但是 對 你們這樣講嘛 但是呢 我先說拜託過她 她自己 自動地做這件事情 我沒有說 強迫性的 我是打男人 一定要 會不會你言語中有透露 你喜歡這樣的女人 女性 她為了討好你 喜歡幫你服務這種 沒有 如果你是真的 就是 說你沒有拜託她 也沒有要求她 那你可以跟她說 其實你不要這麼幸福 對不對 對啊 那你為什麼說 你好像真的是 交到了一個女佣啊 沒有 好性感 你沒有阻止她 不要付錢啊 而且 而且你還給她女僕裝穿 而且我覺得 如果你自己 又把你自己的家事做好 她來這邊也沒事做啊 對啊 謝謝家長 你還講得到 也是有家自己家 這幫你吃你 你們打到白癡喔 我跟你講 不一樣啊 我一開始有講喔 我又跟他們 我跟你們講說 你看喔 我沒有拜託過她 她自己喜歡 對啊 因為你家很髒嘛 是不是因為 她很男生 她就不喜歡髒嘛 是不是 不是 其實火藥味還滿強的喔 可是因為講了半個小時喔 他們這一團 東方團 沒有人願意 真的耶 沒有 沒有 有點幫不了的感覺耶 沒有 我覺得 那以女生的力量 救她 我也有類似的經驗 但我覺得你那個天天的話 可能也不見得是真正你需要的 但我有一個故事是 她剛好在我最需要的時候 給我這個體貼 就是 那陣子我工作很忙 就是在拍戲 然後自己私事也很多 所以就是每天 一回到家就睡覺 然後隔天就馬上出門 所以那陣子家裡 就是非常的亂 然後衣服也都沒有洗 然後可能有一天 我很累的時候打電話給她 我就說天啊 我家快爆炸了 就是 可是我都沒有時間整理 什麼什麼的 可是下禮拜有一天 終於可以休假了 我就要來好好整理一下吧 就跟她提過這件事情 然後我休假前一天晚上 我就想說好 我回家今天好好睡一覺 明天 就要來整理了 結果一回家發現 她已經在家裡 把我把所有的家吃都做好 好貼心喔 對 很久的晚盤 而且大門門鎖也被撬開囉 好貼心喔 沒有 沒有 就是那時候是覺得真的很貼心 就是我現在最需要的東西 就是有人可以幫我把衣服洗好 然後亮好 然後晚盤也都整理好了 然後床材也換了 而且她有記你的時機 對 然後她在你要整的前一天就做了 而且她一定要記她的時機 就是她回來有看到她在做這些事 一定要 所以她不是日本人吧 不是 看起來日本人什麼都不會做 也不會住宅 也不會洗衣服 對不對 需要其他的保護 她很會煮菜啊 我很會煮菜 超會煮菜的 只是就是出鄉幫忙 你也會煮菜 蛤 對 有好幾集 有好幾集 你示範那個菜的 你要不要再看 都是你們毀滅我的 也好耶 我的東西很好吃 可是這個東方人來講 覺得是享受對不對 那麼注重隱私的西方人 你們覺得OK嗎 我覺得超級有壓力的 蛤 我覺得超級有壓力 如果我 而且如果我當作一個女生 我直接告訴我男朋友 你知道我家裡很亂 妳三年前是男生 沒有沒有 我是說 就是好我當作一個人 可是女生是不同 就是男生可能就被照顧 那可能有些人還會還好 可是當作一個女生 然後就是別人來我的家打掃 那代表什麼 我覺得很髒 就是我家裡很亂 對不對 我覺得東西很亂 什麼都就是我什麼都不會 所以男生常要來我的家整理 那如果像雅筑剛剛這樣 她真的在拍戲在工作 對啊 可是我是覺得這樣子 就是我不知道跟文化不同 可是在俄羅斯 如果一個女生 用這樣子的行動 或者她沒有整理自己的家裡 那就代表這個人嫁不出去 阿燈 對 所以我就是造成更多問題 而且 好麻煩 女神好 我們不講她會不會做架式 可是大家 我應該大家都認同 男生希望女神乾淨的對不對 很正氣 是不是 真氣 對 很乾淨 很乾淨 很正氣 你的家裡東西 衣服 化妝都是很乾淨 然後我覺得我男朋友 來我的家 我家就爆炸 他會怎麼看我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 他現在嫁不出去的原因 沒有就是他二老師 家裡很髒 對 同樣的一個狀況有沒有 費丹妮能接受嗎 費丹妮應該不行吧 有人來他家裡幫他打掃 前前女友的東西都還在 他還在 前前女友的東西還在沒關係 前前女友還躺在那裡 蛤 已經不能動了是不是 沒有這麼誇張 我是覺得 譬如說 我覺得 剛剛夢多講的這個狀況 女朋友是來打掃家裡一次 我覺得很開心 但是如果是... 你真的可以嗎 可以 因為家裡那麼多女性的東西 我已經守好了 要先提早講 對 要先講 但是再喜歡 每天是不動的女朋友來的 沒有啦 但是如果是每個禮拜兩次 或者是 常常來幫我打掃家裡 我覺得真的會壓力 因為就是說 為什麼你每次要來我家 幫我弄一些事情 而且他在打掃的時候 我不知道他要找其他東西 因為有的女生就是這樣子 說不定 因為你做壞事 對 我跟你講 對 做壞事 有做壞事的男生才怕 沒有 我不怕啊 你不怕嗎 我不怕啊 你決定 我決定 我明天幫你... 我安排一個女生去你家打掃 安排一個 安排一個 安排一個女生來我家 我自己覺得 其中一個行為很甜蜜是 每天接送不缺食 這很棒 對 其實我覺得這個行為很貼心 因為我之前 我之前在新加坡還在工作的時候 就是還沒有來台灣之前 我其實每一天都會從我家 早上去我女朋友家接他 然後送他去公司 然後我再去做我的事情 哇 好甜蜜 即使... 因為其實我的工作是自由業 我是賣保險的 所以我不用每天早起 但是我還是會每天做這件事情 去接送他 然後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覺得這個行為貼心以外 其實他的同事看到 也會讓女生有一點點面子 所以女生有面子他會開心 我也開心 大家就會開開心心 我覺得這超體貼的啊 因為我之前也有一任男友 也是屬於這種到處會接送 因為他時間真的比較好控制 他坐Uber是不是 對 沒有 然後呢 不管比如說我今天去工作通告 只要他知道時間的話 他幾乎都會送去 然後最好你要告訴他一個時間 大約錄影的時間等等 他就會在外頭等 甚至比如說跟姐妹去聚會啊 或甚至應酬 他也都會去接送 然後你只要跟他先約好 一個大約時間 因為有時候我們去聚會 難免會拖到時間嘛對不對 但即使拖到了時間 你下去 然後上了擦車 他還都是 完全就是笑咪咪 那真的很難得耶 而且甚至還說 你有沒有姐妹們 要不要一起幫你送一下 那真的很難 就真的很體貼啊 就是很喜歡開車的一個人 對不對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我們錄影時間 會延遲抓不住 對 哇 那個下去可能他就生氣 就可能我們自己也會緊張嘛 對 然後我們也會很緊張 這種如果不會臭臉的還好 完全不臭臉 然後完全是服務到家 然後也很 把你的女生朋友們都安頓好 可是 講真的我自己覺得啦 每一天接送 可能壓力會有點大 他沒有工作嗎 為什麼 對啊 就比較自由 自己可以控制的忙 對 不是一般那種上班族 如果是要求你們每天西方的話 你們OK嗎 每天接送 我只要送給你們一個字 HELL NO 那是兩個字 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英文不好 誰能接收這個東西 你們說了很多 我覺得 就是你們可以接收的 但是我不能接收 你說你開心 你朋友開心 但是我不開心 對啊 我超級不開心 因為你要想好 像我剛搬來 搬上來台北的時候嘛 我那時候還沒有買到車 然後我沒有買到車 但是我工作就是在唱歌 然後我很難抓 非常難抓 我幾點要下台 但是你跟他說 我差不多九點要下班 他說那我去接你啊 但是他在台北的 完全不一樣的一個地方 然後開車過來 也花了很多時間 我們也是不同時間下班 但是他硬要去載我下班 然後我就說不用啊 因為我不知道我九點下班 還是九點半 但是小禎姐 你剛剛講的是一模一樣 如果十點下班 我一想他上車 到臉臭的跟什麼一樣 你也會有壓力 會有壓力啊 我會把歌詞 我要唱的歌詞忘掉 或是要幹嘛 這個給我們的壓力超級大 超級大 我不如就是等到我下班 我自己找時間 我自己回去就好 而且很容易吵架 可是我覺得 如果他願意做這件事情 然後他就應該要有那個責任感 就是不管等多久 他就要等了 如果他就答應要做這件事情 而且如果他要去接你的話 代表他夠愛你 所以他願意去等你這個事情 對 他願 怎麼樣 瞬間沒有完結我 是不是要愛我們是不是 對 你說就是夠愛我是不是 好 可是我也是夠愛他 我願意自己回家 我願意付這個就是 Taxe的錢 然後人家就是好好休息在家裡 或是處理自己的事情 因為這也是 夠愛他 這是叫互相 那這個我真的覺得 東方的男生應該會覺得 送女生回家是提點 我覺得這是應該的 然後我覺得 不只是撤借送 就是跟女朋友就是玩玩 或者是之類的 玩玩 他有玩玩的 跟女朋友就是 去職業會之後 你跟杜利可不可以不要 敬講一些不尊重女性的 沒有沒有 我們是外國人 就體諒一下嘛 對啊 因為就是跟女朋友逛街之後 一定要送她回家 約會玩嘛 約會玩 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好的 最浪漫的時刻 因為不只是騎車開車 或者是坐公車 或者是坐捷運 如果是坐公車的話 我們可以一邊坐 然後一邊聽音樂 不覺得很浪漫 很體貼啊 還好 然後坐捷運也是一樣啊 如果你住東區 你的女朋友住在淡水 你會不會送她 我一定會送 你開始會送吧 我一定會送 那是應該的 那是一個最體貼的一個方法 不覺得嗎 是 對吧 你們也會這樣做嘛 對 一定要這樣做 會不會是只在於 前面還沒到手之前 不可以 到手之後還是要幹嘛 沒有 還是會 我不懂耶 她們安靜而已 她剛剛這句問出來以後 另外兩位都 好安靜 空白 然後默默地把麥克風拿起來 但你卻默默地把麥克風拿起來 你為什麼每次都要 躺這種渾水 等一下 我覺得夢多應該要坐在那邊 對 我覺得要同樣的 我們不要 太好了 我們不要 而且旁邊兩個很賤 有沒有 那問題一出來 那兩個就這樣 一起看 好啦 那還有什麼樣的行為 覺得是非常的貼心的 有沒有 來 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喝醉酒後照顧 對 真的 真的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東方的女生 真的很會很厲害 而且就是 就是我有一次就是一個日本人 他很厲害 那個時候就是每天我在應酬 我應酬到就是最後的那個JL回去 有時候早上的5點的回去 就很累 然後呢 他是早上9點的上班的時候 8點出門的人 知道嗎 他每一次 因為我喝很醉 就是有可能是看到自己的房間 太放心了 我直接早上在那邊睡覺 起來之後 他我的衣服全部都幫我脫 錢包也沒了 錢包也沒了 他不是小偷 然後覺得這邊怎麼痛痛的 這個腎臟還被偷 不好意思 你聊的是仙人跳 對 然後幫我折好衣服 洗好衣服 然後主要的是 他每次幫我準備解酒的早餐 就是那個蛤蟆的衛生當啊 還有那個飯啊 那個稀飯啊 都幫我準備 然後去尿尿的時候 都尿不出來 因為 因為 有有有有 血還放在冰水裡 我覺得那個時候啦 但是人都會就是有 我覺得是亞洲人 我啦 就是有時候是變成理所當然 但是現在我回頭想一下 其實那個時候的 那個女朋友對我非常好 就是為什麼一定要這個樣子 就是你明明就知道 你的酒量到哪裡 所以你要自己控制 因為像我最受不了的 我男朋友出去 不管是 工作營酬 還是跟朋友出去玩 然後他喝醉 沒關係 喝醉回家也沒事 可是他如果吐 就他 就他不舒服 我知道 可是 那你可以控制啊 你明明就知道了 你趕快吃一點東西 喝水 然後就沒事了 為什麼一定要 就是搞得就是 真的就是 但是有的時候沒辦法啊 有的時候沒辦法 有辦法 為什麼我有辦法 他沒有辦法 為什麼你沒有辦法 因為你是女生 但是我知道怎麼控制啊 我們是男生啊 沒有 因為我們的酒量都比他們好 對 好像是加上重點 對 所以他們一次就是回家 然後在家裡吐就是塗漫滴 然後就是我要真理 為什麼我要真理 對 我也覺得就是我不是女用啊 就是 我也不是你的媽媽 我覺得你 如果你真的要就是控制自己 沒有辦法控制 那麻煩你自己處理 這樣子我會混手耶 對啊 應該也不貼心 我有沒有可能 你才不貼心耶 萌多 我換句話 假設好 今天你的女朋友 每一個禮拜這樣子 塗 然後塗 就是全部就是床上 然後就是地上 所以你男生有每一個禮拜 對 因為男生有每一個禮拜 OK 好 每一個禮拜 她就有方式有用 因為我曾經也是這樣子 對啊 那一段時間是比較常喝酒 然後是英雄的關係 然後有一次就我回家的時候 然後我喝得很醉 然後那時候 我隔天我的那個室友 因為我的室友也起來 去幫我女朋友就是孤我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上去 上去我們家那邊 然後突然就我沒有椅子 我就黑洞 然後她就說 我就說自己不舒服 我就跑到廁所裡面去吐 然後我就把衣服就投光 差不多就投光光 然後就躺在那個 那個廁所裡面 然後就這樣子一直吐 滿底都是吐 然後女朋友就是進去 然後要把我拉回房間 然後我就很固執嘛 那時候就是還是不舒服 所以我不想要回去房間 可是這個什麼事情 我都不記得 然後所以她就讓我睡在那邊 當然啦 不然咧 而且你們很奇怪 你們喝醉就很喜歡全裸 不知道為什麼 喝醉就是很安全 因為很熱 這時候我們要幹嘛咧 去不拍照啊 我現在覺得 一直全程錄影啊 所以我覺得有用啊 因為之後我就不敢喝那麼醉回家 你就是要有控制自己 我知道不舒服 那我理解我當然會很體貼 我會 就是給人家水 然後就可能煮飯 沒關係 我都OK 可是 如果你真的就是河道 就是要亂吐 反正你也有廁所 你可以在廁所吐 你幹嘛在床上吐 或者在沙發上吐啊 這是什麼情況 然後我都要真理 我倒真的想問一下 我們同隊的男生們 如果你們女朋友是這樣喝 對啊 我就剛剛說 你們願意照顧嗎 對 當然會啊 當然啊 不可能給他大課一睡吧 你看你看 孟多真的還不會抓屎 對 孟多已經到你的台 孟多也走得去 這個這麼好回答的問題 他都不舉麥克風 對啊 他就拿起來說個當然啊 我會啊 他都不願意 對啊 你不會照顧 會 不是說真的 如果不照顧的話 隔天起來你們一定分手的啊 當然啊 也沒到那麼嚴重吧 一次 兩次 三次我們也說 好 老師說啦 會 會 但是明天我會隨隨唸 12個小時 會生氣啦 還是會生氣 但是 終點是會嗎 會 還是會啦 是 好啦 就喝醉會照顧另外一方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關鍵 對 那還有嗎 還有什麼 我覺得還有東方 就是很體貼的是這個 挑魚肉去魚刺 因為我是那個 我媽媽他們就是嬸嬸啊 我韓國的親戚家人的 就是女生們 都會幫爸爸 或者是自己的老公 把這個魚刺不是很難嗎 那個分魚刺 就是把那個魚刺的肉 拿了之後就是直接給老公 而且給自己的小孩子 然後男生就負責烤肉啊 就是分配工作嘛 互相體貼嘛 我覺得從小到大 我看著這個長大 所以是我都會 跟我的女朋友也會這樣做 就要叫他挑魚肉去 不是 我幫 可是這是你自己要幫你啊 不是這樣 我希望 對 我也幫他 我也幫他服務啊 對 但是這蠻甜蜜的啊 我覺得這很甜蜜啊 你不可以做嗎 不會啊 這個OK吧 沒有 我不行 我覺得這個東西 為什麼不行 這個東西是如果 如果是對你的小孩 因為小孩就是手很小啊 手笨啊 就不會挑 有可能會吃到 可是老公是 自己的手還可以用啊 我自己可以弄筷子啊 開箭我跟你說 這時候為什麼台灣現在有 不是 不只是台灣 亞洲有很多 完全不會用的一些男生 完全不會用 完全不會做事 這是真的啊 因為他們就是從頭到尾 都是他們媽媽在幫他們 不是他們媽媽 就是他們女朋友 或是他們的老婆 你們到底會不會自己做事 可是我碰過一個男友 真的就是這麼甜 是男生對女生這樣走 真的 不是挑魚刺 是剝蝦殼 就比如說去吃那種 才產店 很大一盤蝦 或是那種海鮮盤火鍋 他會把所有蝦都燙好以後 量比較涼了以後 然後一個一個剝 剝好了以後 還把它掛在那個火鍋的邊緣 就是你要吃的時候 隨時就在 他平常有在做一些桌邊服務 對不對 對啊 他就是會覺得 還是他就很愛 背原子這個玩具 其實有可能 但他其實就會覺得說 他只要一個人手髒就好 他就全部剝完 然後他也可以一起吃 我以後也要不要 哪個筷子這樣子餵你 對啊 是不用 哪個筷子餵你 但你就會覺得 我們幾歲 我們長大了 我們長大了 可是男生這樣 真的很貼心 你不想念一走到三盤 小候選來啦 啾啾啾啾 好煩喔 沒有 我覺得只不知是 男生和女生會不會做事情 這就是為生的關係 因為你自己好 你自己就是很清楚知道 你有沒有洗手 你就是處理這些東西 你如果拉肚子 你自己負責 可是別人 你沒有辦法就是說 你剛剛去洗手 因為你等一下也要幫我剝蝦子 沒有 這好奇怪 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 我也曾經有碰過 我朋友的男朋友是這樣 他就說 那你們蝦子上來 你們不要動 我去洗手 我幫你們剝蝦 對 就是他吸收 不是 太誇張了 我覺得每個人也可以自己負責 我老婆也是喜歡這樣 我幫大坡的蝦子 我們三個禮拜 有跟朋友一起吃飯 還有我小朋友 然後我幫我的兒子 因為當然 但是五歲 他待不待會 然後老婆以後就生氣了 所以我為什麼也生氣 因為他說 我只是敢照顧小朋友 也沒有照顧他 我就說 我沒辦法 你就剝了一個給小孩 一個給老婆 我什麼時候要吃飯 對 就他們兩個吃完了 他也要吃完 他也要吃完 講到好有道理 就他們兩個吃完 講這樣子 那有時候東方女生媽媽在那邊 餵小孩爸爸還不吃了 對 然後自己吃完 那時候愛中吧 走什麼媽媽媽在那邊 看到很多老公在旁邊 都是這個樣子 都完全不顧小孩 自己先狂吃 還有沒有其他什麼行為 會讓你覺得壓力又奇怪 甚至可能到讓你們自食的人 我覺得 每一次我們吃飯的時候 我老婆跟我岳母 不定幫我夾菜 熱情也錯了嗎 真的嗎 那很東方的熱情 壓力很大 特別是我們大家一起吃飯 然後也是 我特別也是跟我小朋友說 當然食物你要吃完 你不要浪費食物 所以他們一直給我 我不餓了 已經不會吃很多東西 然後他們一直夾給我 感覺是我一定要吃的 對 特別我對面有小朋友說 沒辦法 OK 沒關係 我放冰箱沒點吃的 所以壓力很大 這個壓力真的很大 然後如果是阿嬤 就是阿嬤出差就OK 但是有時候是我老婆出差 你知道嗎 壓力更大 就馬上我會說我不餓了 而且這個不只是老婆 就是你會覺得 就是她把那個 你根本不想吃的東西 放在你的碗裡面 你知道嗎 你會有不想吃的東西 有很多 然後她就會 你來吃一口 然後把它放在 等她再講回頭或是看哪裡 我把那個東西放回去 那她放回去了之後 過了沒多久 你已經吃了 我再把你夾一個 她說謝謝 一口飯再吃 這碗等她開始看哪裡 我就把它放回去 這變成一個邪惡的循環 你知道嗎 你最好讓我自己選出來 我自己想要吃的東西 不然都很浪費有沒有 對 我也不喜歡 沒有 那我只能說 你的另一半不太了解你 他才會夾不起 不是 我跟你講 不是 而且講真的 其實夾菜給另一半 是非常貼心的事情 沒有 我跟你講 對 剛才講的 那種情況是 如果說例如說過年嘛 然後就跟女朋友回老家 然後她們一起在煮飯啊 然後她媽媽就會說 你喜歡吃這個嗎 然後你就會不好意思說不喜歡 所以她會說喜歡 而且有很多台灣朋友 就是故意害到我們 有沒有 就是故意叫 你又沒有吃到 我們台灣的皮蛋 這個很好吃 我跟你說 外國人沒有在吃皮蛋 你再也不要多了這些東西好不好 因為不好意思說不喜歡 所以我們已經就說喜歡 所以一直加我們不喜歡的東西給我們 故意的 沒有 如果是用公勇的那個筷子 那就算了 可是有一些人 他們就比如說就是每一道菜 他有沒有公勇的筷子 他用自己的筷子 用這個公勇的菜這樣加 然後丟掉就是你的 你的盤子裡 我愛你 為什麼我要吃你的口水 你感覺好兇喔 對啊 你壓力感覺好大了 你們都說不喜歡 你們都說不喜歡 好冷喔 好冷喔 因為他希望別人尊重他 我也希望別人尊重我 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也告訴他了 我不喜歡這些行為 他也直接告訴我了 他不喜歡那些行為 我也不會在房間做錯 我覺得你可以跟MODO交往 因為他就是不自己 我也這麼決定 他不會幫你做事情啊 我會 完全不幫你做事喔 我不要 也算我們比較不會有這樣的習慣 因為我們西方的人 我們的菜都是每一個人的 我們自己也很一匹份 對啊 不是吃中間都分享的 但新加坡是會 要幫女朋友夾菜的 應該是說其實這個行為 在我們東方人國家 是算是很尊重的 這是一定要體貼 你夾菜給爸爸媽媽 你夾菜給弟弟媽 是很正常的新加坡 這是一個尊重嗎 對 所以你在 像我自己有一個女友 她之前去我家 第一次吃飯 那女友第一次見到父母 她一定不敢夾菜 這個時候你就要幫她夾菜 這個是特殊情況 那我可以問你嗎 我要說的是這個行為其實是貼心的 那我可以問你嗎 如果說就是我們 你幫我們夾菜 然後我們不喜歡 在你的父母面前的時候 我們可以說我們不喜歡吃這個 當然可以啊 我們通常他們如果夾了 就說謝謝謝謝 可是如果不吃我們還是放在攤子裡啊 對 我們可以這樣 而且通常你會帶另一半見父母 就表示你應該基本上 對他要有喜好 有一些了解啦 對啊 可是可能是別人 可能因為不好意思 我們就不好意思說不喜歡這個東西 因為媽媽會問你他喜歡吃什麼 他就會煮他喜歡的菜 那我們連媽爸都很貼心 對 我們的家人都很貼心喔 聽起來凱傑常常跟不認識的人 你不要害我 我很專心好不好 那還有嗎 還有 約家人一起吃飯 你覺得 這個我覺得壓力非常非常的大 你有這樣做過 有不小心就碰到這種 是你的家人壓力才大吧 每個禮拜都要見不一樣 不是不是不是 其實因為我在巴西的時候 我就是剛好跟這個巴西女生就是交往嘛 然後我們在那邊的時候 有一天 我們應該在一起差不多四個月 但四個月以內 我還沒有認識他的家人 對 然後他就有一個晚上 他又跟我說 你今天要不要來我家 我有一個驚喜要給你 哇 開心 對 很開心 我那個時候真的很開心 說有什麼爛漫的事情 要發現的什麼的 然後我就到那邊 到他的家 我一開門 他的家人都在 然後 然後真的我嚇一跳 那是不是真的很驚喜 很驚喜 非常驚喜 因為他 他都沒有跟我講這個事情 而且這是他家 他的家人都在 真的好驚喜 非常驚喜 他沒有跟我講 所以我那個時候壓力真的很大 因為我沒有準備行李 然後第二就是 行李 我沒有準備行李 心理準備 他就是驚喜 他一位沒有帶衣服 我完全沒有準備 因為他沒有跟我講 對 然後我就去那邊 就是我要開始認識大家 然後我要記得大家的名字 什麼的那些 我覺得壓力太大了 真的太大了 那他如果跟你講的話 你會去嗎 我會考慮一下 那就是不會去 對嘛 Wendy 是啊 因為你永遠都不會準備好 為什麼 你的個性怎麼可能 我當然會想說 你什麼都可以穩定 你什麼都可以就是 我家人之後 你什麼時候會好 所以就是 其實這裡啊 所有人講廢丹尼 我們都認同 但只有你 沒有 沒有 見別... 那個女友的父母 你OK嗎 OK啊 OK的 我跟妳講 不是 不是 因為夢多的關係 平常沒有到多... 都這麼久可以去見父母 對不對 差不多一、兩個月吧 你會不會到父母的時候 就來分手 沒有 他有 我每次只要一起 一定會超過一年 我七... 基本上 我這幾年的女方的家人 我都看過 都有見過 都有見過 你上一個有見過 以前 對啊 就反正就是我覺得 這個東西很重要 因為就是說 因為是我們亞洲人的習慣 就是說 當然是 在一起是男女 不然是我跟他的女兒嘛 但是他很在意他的爸爸媽媽的想法 所以就是說我們體貼的其實想說 他的爸爸媽媽喜歡什麼 那就是我要唱得比較正式一點 或是幹嘛 這個東西 這個過程 讓他更相信我們 我覺得東方西方差最多的是 西方是比較自由戀愛 他們自己喜歡 因為他們也不需要太多跟爸媽交代 比較多 可是東方有超多那種 我聽過已經無數次 男生帶女朋友回家 媽媽不喜歡立刻分手這一種 對啊 所以這個很重要 因為很多台灣的 我朋友就是說 因為爸爸媽媽不喜歡 他就分手了 所以這個東西 如果你們要在一起長久 或是幹嘛的話 就是一定要考慮 可是夢多每次參加完這個聚會 就差不多 就爸爸媽媽就熱心的開始了 就是一個結尾啦 對 可是這個我覺得 這個也是要問另外一部分 他現在這個時間 願不願意去認識 女神的爸爸媽媽 因為可能就是他可能就 還沒有準備好嘛 他可能還是需要時間嘛 那如果他需要時間 那就給他時間嘛 除了上述 我們普遍的 大家知道這種貼心行為之外 在你們國家還有什麼奇特 又比較特別的貼心方式呢 立正 越鄉下啦 應該啊 從今也是 我幾個朋友 就是幾個非常漂亮的女生 然後他們有工作能力 然後就是 因為她有很多就是 年輕那個 姐夫有禮婚有小孩 但是他們能力很好 都很漂亮喔 但是他們的男朋友 基本上 四個人裡面大概六個 就查男 就是 發女生的錢啊 然後自己不工作啊 其實日本很多耶 我上一次 我回去日本問那個媽媽桑 就我 她是真的我的同學 那開一個 現在六家那個酒 算酒店啦 然後裡面的小姐五十幾個 然後我看到他們的排名 都很漂亮喔 是 然後後來我們就是大家一起 那個海邊 所以她自己的那個夥伴一起過來 每一個男生 就是 第一名的男朋友就這樣 那個 這邊就是 阿爾芬 然後金豆花 你好 咬河有問題是不是 然後另外 第二名的男朋友一樣 就是留複子長頭髮 啤酒嘛 然後全部都咬河有問題 有問題 我問他們說 那你們是做什麼工作 沒有啊 女班人有養我啊 這一次講 超多 韓國很流行整形嘛 那我朋友 我身邊很多朋友 也是跟我一樣大嘛 就是快要畢業了 然後或者是上班了 然後他們都有男朋友 自己的男朋友嘛 然後他們就是臉上都會變 好像是整形了 然後我就去見他們 然後見他們為什麼 為什麼你要去整形 你之前不是很討厭整形 這一塊嗎 他說因為他交到男朋友 但是那個男朋友很喜歡 什麼高鼻子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因為男朋友一直說嘛 說了之後就是 我的女生朋友壓力很大 他就跑去整形醫院 把鼻子弄高 這算什麼貼心的行為啊 因為這個不是男生勉強他 是他自己 他自己願意 為了男朋友 而自己做這種行為 我就 我在我是第三者的立場來說 我覺得有點怪怪的 但是他開心就可以 我覺得那是自信的問題 對啊 因為他自己對自己沒自信 他就覺得怕另一半不愛他 不夠愛 這個跟巴西有一點 如果分手再叫別的 那就要再一次真行 搞不好說 就好像每一次都要真實 重點是沒有結婚的情況下 他們就是男女朋友的情況下整形嘛 所以很多人就是 整完形還是分手 就沒有意義啊 沒有什麼意義啊 這個跟巴西也是有一點類似的 因為巴西你知道 大家也知道 巴西的這個 他們很會在意神采嘛 那又比如說 就是我現在就跟這個女生在一起 然後他自己覺得 因為巴西女生很愛比較 他們看到其他女生說 他的胸部這麼大 那我胸部沒有這麼大 我要怎麼辦嘛 所以他們 我看到這種... 他們一直比較 所以你來台灣 沒有啦... 他們去跟銀行借錢 然後再去做胸部 這個會壓力很大 而且那個錢喔 那個不少 至少要五千美金嘛 他們會去借錢 然後去弄身體 誰叫你一直就喜歡那種大奶啊 然後這樣子 要害他們要去珍惜 誰不喜歡 誰不喜歡對啊 好吧 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 我覺得這妳剛剛講到一個這種 女生對自己沒自信 就容易被動搖 但是剛剛變的都是一些外在 讓我知道的一個狀況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 也是女生 她是連... 她什麼都為了這個男友而去改變 而且是從裡頭 就內在去改起 連自己個性 就包括她本來可能是那種 很喜歡窩在家裡啊 喜歡看看書啊 逛街的那種 但是因為剛好 她新招的那個男朋友呢 很喜歡戶外運動 然後就去爬山啊 什麼什麼打球啊 什麼很陽光型的 然後她就逼著自己 就是假裝很喜歡做這些戶外運動 然後才可以跟男友一起去做這些戶外運動 然後搞得自己現在就是 可能渾身都很黑 然後還要裝得很陽光 然後完全變成一個我不認識的人 然後還有一個我也覺得很妙 就她原本有自己的宗教信仰 然後因為男生是另外一個宗教信仰 然後還願意為了男友去改變宗教信仰 這個很多 這個班又很多 對 就是如果我會覺得說 你自己沒有宗教信仰 然後你跟對方去信 OK 沒問題 但她是就是整個 是出發點是因為她完全照著她男友的模式做 然後她男友根本 因為男友當然不知道她以前是怎麼樣 她只覺得說 哇 這女的跟我很契合 就變這樣子 然後自己就不見了 男生跟女生在一起就這樣啊 雙方一定要有一個影響誰啊 只是看哪一個的影響力比較大啊 不曉得 對啊 然後你看影響之後 這種裝都裝不久 除非是真的遇到就是兩個剛好興趣 什麼都棄了 那有多難得 對 我發現就是很多俄羅斯男生 他們就是 大家都知道我們是戰鬥明哲對不對 然後就是 可是 可是不知道 俄羅斯男生連在愛情上也分析很野蠻 就比如說 就是他們會覺得就是搭女生 就是不一定是打很擁立 就是可能這樣啪 就飄這樣子 然後就是可能凶女生 然後就是可能就是在 在熱情時刻上會 熱情時刻的時候 會就是可能要女生 就是可能要或是抓 然後女生也常常會這樣子 可是不是所有的人 就當然一些了 我一個高中同學 然後我就看到他的脖子上 就是好像有小小的語氣 然後我就本來就不敢問他 就是他到底怎麼了 因為這個位置好 就是好不容易 就是可能跌倒弄到 所以我就覺得好奇怪 然後就可能 因為他已經結婚了 我怕就跟他老公就打他 因為只要是這個情況 也是比較普遍 然後就到最後 就是我們兩個人的時候 我就問他 你的脖子怎麼了 他就說沒有啊 沒有啊 就是我昨天就是跟我男朋友 跟我老公就是那個 他就說 就代表就是 他男朋友 他這個老公 就很熱愛他了 他就在這樣子 就是大他就農他 怎麼樣就要他 然後就覺得 我覺得好不錯耶 情趣 對啊 可是你高中同學 也沒有反對 他也就接受了 對 他是覺得滿OK的 因為這樣子他就 就是他很愛我 熱愛我 然後我就是他的 他就是我的 有的人是喜歡被打的啦 搞不好你見到他的老公 所以但你想聊什麼 沒有 沒有想要跟他解釋一下 對 搞不好你遇到他的老公 他的眼神全部都是黑的 眼睛都黑的 他們都是互相打 所以但你有喜歡留下 什麼樣的印記嗎 我沒有啦 你要不要去俄羅斯 沒有 不要 巴西沒有那麼的狂熱狂野 有 你還是會碰到這些 我覺得世界上都有這種 對 對 包括台灣 就不是所有的人 就是 包括台灣 你都有遇過就對了 你到底想聊什麼 沒有啦 沒得下一位 我現在也是習慣 就是我被我老婆去逛街 所以這個是很低調的 我就 他喜歡逛街 所以我跟他一起去 然後他想賣什麼東西 我跟他大部分的時候就 這太貼心了啦 因為我們說有一個說法是 Happy wife Happy life 對啊 所以這是一個習慣 現在的 第一 我覺得男生會陪女生逛街 已經是很難得的事情了 因為女生逛街很瑣碎 在那邊比價 看東看西 然後還要幫忙選顏色 然後還幫忙拿東西 然後呢 有時候還會幫忙付錢 有沒有 這種就是 不是有時候 是每一次也要付錢 OK 我是覺得剛剛大家都有講到 就是 對對方貼心 可是大家忘記 其實自己也可以對自己貼心 因為我之前有過 就是我男朋友 他也是有點自以為的貼心 然後就是去日本 然後幫我掃很多面膜 什麼保養品回來 結果沒想到 不但沒有漂亮 那個面膜成分 反而讓我過敏 然後我的臉 就那一陣子就變得很不好 所以 因為我自己如果去日本 我一定是知道 我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所以如果我去日本的話 我都會去藥妝店 掃這個小藍瓶 大家應該知道 它很厚 可是它 它是我日本的朋友 推薦給我的 但台灣還沒賣 是日本的國民品牌 最近很流行 它流行有一陣子了啦 很準 只有在日本才買得到嘛 對 然後 因為之前我有個 營養師的朋友跟我說 其實對皮膚最好 就是要從根本保養 就是你塗抹什麼的 都沒有從裡面出來的好 對 因為皮膚需要營養有很多 像現在大家都會 愛佩洋女神都會吃維生素C 還有抗氧化的維生素E 但其實這小藍瓶很厲害 是它還有可以幫助正常代謝的 B2還有B6 對 所以這個很好 就是我一天只要吃 就把營養都補足了 從內而外 對 而且我記得 它好像還滿小顆的對不對 對 對 它很小顆 而且它沒有那種 市面上保健食品的怪味 它很小顆 然後它很輕鬆吃 一天 你們桌上都有嘛 你們可以吃吃看 對 然後它沒有那個味道 所以你就比較好持續地吃 不會去排斥它 OK 其實這個就保養 我們每一次都在講 要由內到外嘛 都要好好的保養 那你們為了要讓自己 真一點面子 或是讓 其實你把自己顧好 也是對另外一半的體貼吧 對啊 也算是吧 你們有沒有做過什麼樣的事情 對對方體貼的有沒有 我之前就是想要運動嘛 然後就沒有那麼多時間 去健身房 然後那時候我女朋友 就買了一些 就是比較貴的那種 什麼運動器材給我 可是 因為放在家裡 然後家裡就是大小 就是這樣子 然後放在那邊 沒有什麼地方去放 然後就很少再用 所以後來就東西 是擺在那邊 就沒有用 對啊 所以那個有點浪費 有一點點 而且運動器材買起來 滿貴的 很貴 而且很重 很... 就是放在家裡 其實你沒有什麼適合的地方 可以收納 我覺得真的 另一半了不了解 自己的需求 我覺得還滿重要 我之前也是男友 出國特別買一個這種 叫什麼芳香的那種 水養肌給我 可是問題是她後來 我研究老半天 因為她的使用方式 還有步驟 超複雜 我根本就懶得弄這些 然後因為她也沒幫我弄 所以我就一樣 就是擺在那邊 就很浪費空間 對 也浪費她的錢了 另外一半的貼心都浪費掉 沒有 其實我也是做過一些 因為我男朋友就是很忙 所以就是壓力很大 現在還要跟我在一起 所以壓力更大 所以她就是 倒缺食物 對 所以她就是 真的不去補身體 所以我常常會就是 在家裡自己 就是煮那個不糖的東西 給她吃 可是每一次都很麻煩 因為就是 我自己也很忙的 就是我可能會接電話 還是怎麼樣 就會忘記就是關火 然後就是廚房也會少掉 我就每一次很擔心 就換了一個新家 對 要換新的新家 或是甚至連新的男朋友都要換 對 所以就是 還有就是一直要吸東西 就很麻煩 買這些菜也很難買 所以我覺得 就是如果有一個東西 就是可以幫她補 就是一吃不辣 我可能會覺得比較 比較放鬆一點 貼心這個事情很重要 你要了解你自己 然後就像 因為女生都會愛漂亮 愛保養嘛 我覺得想要健康肌膚 像我以前都會只敷面膜 或是一直往臉上擦東西 但其實這都沒有什麼 太大的功效 我現在覺得保養肌膚 最好的方法就是由內而外 因為不能只是單純補充 維生素C或維生素E 我現在就是靠小藍瓶 就是每天補充 肌膚需要的營養這樣子 因為我現在拍戲 每天都就是時間很不固定 幾乎睡覺的時間都非常少 有時候氣色很不好 現在我就每天補充 我自己肌膚需要的養分之後 我都可以多睡一點點 像我之前去拍戲的時候 其實我還沒有化妝 可是我到現場 然後他們就說 你怎麼那麼早來 而且還戴妝了 然後我就說 就氣色超好 其實我還沒化 對 女生最喜歡聽到就是這句 氣色好 素顏自己戴妝 是 所以就有一些 劇組裡面有一些好的工作人員 是很重要的 喂 不要被參加工作人員 很重要啦 不是那些是行善工作人員好不好 OK 幹什麼東西 是 聽那麼多啦 每個人都希望對方對你體貼溫柔 當然啦 但是過於不及都不好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二分之一強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佳 AH 那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我覺得西方東方貼心的點 完全不一樣 不一樣嗎 親密時刻 親密時刻其實地雷滿多的 講真的 但如果有一些地方 東方女生可能覺得 這個體貼我承受不起 西方男生覺得 這個體貼你怎麼沒幫我做到 有沒有 這個就有傳統上的差異 這個可能要來掏心掏肺一下 這個時候夢多就又要拿起麥克風 準備好了 這是真的 就是因為這個主題我想了很久 因為就是有時候就是 有需要想嗎 因為每天都在發生 對啊 所以這個東西我加得很 而且女生會一直就是 在幫你補一些補品 對 那個之外 因為有時候就是 補身體的東西 但是有時候會情況 那雅座的女生就是說 好 我們 因為有時候就是 我感受到我的女朋友就是 她很想要的時候 就是第一個開始 你都怎麼感受 就是今天幾點回來 然後開始就是 女性荷爾蒙出來 然後我們 我就聞到那個女性荷爾蒙的時候 覺得 今天晚上應該要加油 但是 應該要加油這個字 就是對我一個壓力 然後工作有時候很累 有時候 我硬得起來 但是有時候沒那麼硬 有時候 有時候 就是 你知道嗎 然後問題是 你今天是要來賣什麼藥嗎 沒有 有時候真的覺得 這個時候 亞洲的女生都會 比較多亞洲的女生說 你還好嗎 會不會累啊 怎麼了 她是貼心的 她說我聽到這個字的時候 好 我怎麼了嗎 我怎麼了嗎 真的耶 然後就是壓力越大 那我問你 你有沒有碰過西方女生 不會 西方女生會比較直接嗎 比較直接啊 那她會直接怎麼跟你說 沒有 沒有啦 沒有啦 下流 下流 不是 下流 就她們比較 比較就是 好 我的意思是 亞洲的女生 比較希望我們到最後 就是射出來 不是 什麼啦 不是 有時候啦 你到底在聊什麼啦 有時候 你是射不住了 有受準備 有時候就是 我們男生也會演啊 就是 其實沒有去 但是就是 去 是嗎 是嗎 那個時候 不用再問我們說 沒有沒有 你還好嗎 我覺得你壞掉了 沒有 可以 久久一年一次 喔 一直覺得 偶爾 一年一次可以正常 功能 沒那麼少 一年一次有時候就是那個 就沒有感覺的時候 太累了 對 我聽到就是女生說 你還好嗎 你還是要就是怎麼了 我壓力更大 要不然你希望女生怎麼樣 就演下去啊 就是解釋就是 就還要說 莫德桑你今天好棒喔 對 不用說好棒 就是 就抱抱睡覺就好了 什麼都不用講 這怎麼可能 一定立刻就打起來 傳簡訊給女生朋友 你知道剛夢都發生什麼事嗎 好不好用耶 好爛喔 好爛喔 帥 我之前是碰到一些 給我壓力非常非常大 非常大的 我啊 我告訴你喔 就是台灣這邊 就是我之前就跟一個 台灣女生在一起 然後她突然就是 我們就是 我們在一起已經很久了嘛 但是我們就是 就當然回家的時候 會做愛什麼的 但是都是普通嘛 都是普通 大概有一天她有跟我講 她要給我一個驚喜 然後我說什麼驚喜 完了 完了 然後她說不用擔心 你來 來你就知道 然後我說好 一打開門裸體 但是她家人都在 對 驚喜 就不好 我是打開房間的門嘛 然後就進去嘛 然後我們就那邊開始 她開始的時候就 不錯啊 是什麼 可是我也沒有特別去問 那這驚喜是什麼東西嘛 那我們在那邊 拉拉出去什麼的 然後發現 她的手 就從這邊開始 開始往下 開始往下 然後我OK了 她開始摸我鼻鼓什麼的 我說OK 可是我就覺得 她開始把她那個 那個手指就 搶粉我鼻鼓裡面 你知道嗎 我說 不行 不行 這不行喔 這不行 然後她說 為什麼不行 我說 不行啊 我不 這個我沒辦法可以接受 你接受不了 對 然後她還跟我說 她去升穩錄 看資料 然後說 這個男生 費丹妮喜歡這個 不是 不是 沒什麼名字 她說男生會喜歡這個動作 然後她去特別學這個動作 給我試試看 這個壓力好大好不好 這個壓力超大的 我覺得那個女孩子應該是 被費丹妮逼瘋了 你看夢多在什麼 你在幹嘛 在幹嘛 那你本家都講 她去一次性 她很快 沒有 沒有 我們聊聊天 來聊聊天 聊什麼 你剛剛聊什麼 夢多你聊天 就這樣聊喔 沒有 你剛剛聊什麼 沒有沒有 我就 咬一塊喔 對 是跟什麼 拉筋是不是 對 拉筋 是不是 對 趙群 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體貼的行為 有一個就是 讓氣氛比較好一點 這樣我 但是也不能亂用 因為我之前就是 想要把氣氛搞得比較浪漫一點 所以我就去買了 那個有味道的那個蠟燭 然後而且品牌都是很好的 然後當天就把它三四個都點了 然後整個房間就比較有氣氛 比較浪漫 結果在 在做的時候 在最開心的時候 那個女的突然間喊停 她就跑去廁所吐 然後結果 這麼快就懷孕啊 結果原來是她說 受精速度如此之快 哇 活力減開耶 對啊 太厲害了吧 你的是坐高鐵的 不是不是 結果是因為那個蠟燭 因為我直接點了三十個蠟燭 她說那個味道弄了 你是在點光明燈是不是啊 頭很暈 她說頭很暈 然後她就吐了 然後結果沒開始多久就要結束 哇哇 好慘 這是夢多多希望的事情 沒開始多久就結束 剛剛好 我覺得有的時候 就是男女生就是 晚上的時候 就是想要浪漫嘛 就是看到很多電影裡面 就是點蠟燭啊 什麼之類的嘛 所以是我有一個朋友 就是她很好笑 她真的有發生過的事情 她就是點幾個蠟燭 放在桌子上面 然後她們灌燈 開始 親密的那種 時刻嘛 然後但是後來就是 那個蠟燭跌倒了 然後那個桌子 不是都是刷油氣嗎 所以是那個有油嘛 所以是很容易燃燒掉 但她們太激烈了 所以剛開始沒有聞到 就是後來就是 越來越大那個火 所以是她們就是 有聞到那個味道 然後一起來 結果是那個燃燒 然後那個男生馬上開燈 跑過去那個廁所 把那個水噴上去 不是那個火灌掉了嗎 然後她們就覺得很OK 但是火灌了之後 發現她是裸體 然後她女朋友一直看著她 然後她看著她女朋友 她覺得很尷尬 對 為什麼 就 然後就是跟夢多說的一樣 軟掉了吧 驚喜變驚嚇了 我覺得就是女生 最好不要亂學東西 因為像 不是每一個人 喜歡的東西一模一樣 好不好 我都是要先跟你們講這些話 像菲大林講的 不是每一個人 像夢多很喜歡 從後面 把屁屁單這樣子 不是每一個 我沒有很喜歡 偶爾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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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 最好不要亂學東西 因為我也碰到了 一個女生也是這樣子做 然後對我 就是讓我非常非常的不開心 因為她一樣 就是想要給我一個驚喜 她就說 妳來我家 門都開了 妳就打開門 就進來這樣子 打開門的時候 房間都黑了 一樣有蠟燭 你會覺得 是不是很浪漫 然後進去她的房間的時候 她穿的衣服 全部都是那一種 皮的像蝙蝠蝦一樣 蝙蝠蝦一樣 那皮的那一種很緊的 然後就拉著一個皮帶 就這樣子 那這好嗎 你過來 躺下來 那 你這個時候 因為你就嚇到 你也不知道要怎麼 有什麼翻譯 她就說 你會說 OK OK 你也很配合 因為你會很緊張有沒有 很緊張 但是你也不是想說 不要破壞這個氣氛 是 然後就說 好 然後就 開始躺下來 爸 爸 然後就 好 慢慢來 她真的開始打我 你知道嗎 那因為這個時候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辦 但是最好就是不要破壞氣氛 我想說 沒關係 我先把它驗到底 是 因為我想說我們根本沒有 這些事情應該是要先講好吧 有沒有 但是我們都沒有想說 就嚴下去好了 這樣 然後被打 然後就 最後我想說 好 她說 出發 我想說 好 哪隻東西呢 走了回到家 隔天又起床 回到家 我的大腿跟我的屁股 都是歐車的 你看得到歐車喔 真的有 你 我 什麼意思 真的有 沒有 我的歐車就是白色 怎麼看 真的有 那你覺得 這個東西 因為 因為你碰到這個驚喜 你也不知道要有怎麼翻譯 但是你最好就是要把它演出來 但是他打完之後就叫你回家 你會不會覺得整個過程很莫名其妙 沒有 中間還有很多一些吉他的師姐 像飛達你這樣子講 就是很多 帶什麼摸摸 那個 因為裡面有很多 整套 整套都有 因為他很喜歡那一種 但是他從來沒有跟我講 這是他的 興趣 他的有這個興趣 所以你不喜歡 我滿喜歡其實 但是我覺得至少要先跟我 沒有 我覺得但是 偶爾 沒有 沒有 偶爾玩這些東西是可以的 但是要先講好 要先有一個安全的 安全的 那個叫什麼 安全文 怎麼講 那你的安全文是什麼 大預防針 那是什麼 安全文 一定要有一個安全文 那你的安全文是什麼 就是每個人的安全文就是不一樣 那你的是什麼 Quick 沒有 有時候是 例如說你要出一個 你在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不會出現一個字 例如說 西瓜 因為這個西瓜跟這個東西 是完全沒有關係 那後面就拿一個西瓜出來砸你 或是拿這個西瓜 然後塞在我屁股裡 沒有 西瓜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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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誇張 但是 你就是 就是哪一個 像安全文 就是不能原因那些危險 例如說 再來 不行 或是 搞不好有一些人很 聽這個停 就是等於就是要 小黃瓜 再打一次 小黃瓜也很危險 也危險 他應該就是有一些跟現場沒有 沒有任何的 對 對 我覺得 例如說奶奶這樣 這也危險 不行 可是我覺得你這個女朋友 應該也是亞洲人吧 沒有 沒有 在美國發生了一些事情 美國的 因為我感覺很多會玩這種東西 就是 可能是看日本的太多東西 像夢多那些什麼 真的 作品之類的 我感覺那個好像比較多外國女生 才會玩的耶 真的嗎 我沒有遇過 其實日本人很少在玩 真的嗎 可是因為我遇過 就是之前一個女朋友也是亞洲人 然後他就是 也是想要找辦法去 創造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他有一天就回到家的時候 就 也是有一個袋子 然後說 這個袋子是什麼 然後晚上的時候 他叫我去洗澡 然後先去洗 然後他說 那我也要洗 他回來的時候 也是這樣子傳 傳得像那種很性感的那種警察 然後走進房間 然後現在要發生什麼事 因為我沒有玩過那種東西 然後 他就是那個過程當中 就是說 最近不拐 對不對 然後我還沒有什麼時間去回答的時候 他說 他說 不要給我揮嘴啊 然後在那邊開始打我屁股 然後他就講一些那種 很色情的那種話 然後就是我躺在那邊 就是有點傻眼 我不知道要有什麼反應 我講話也不行啊 然後他就開始打我屁股 可是我覺得 這個情況下的時候 很像那種很低級 很低的那種什麼A片 日本的A片 所以我就是面對他之後 因為他平常是一個很認真的女孩 然後看到他的那個片話 反差太大 我一直笑他 然後笑到 我真的是肚子痛了 這樣很沒禮貌耶 真的很沒禮貌耶 真的很沒禮貌 你幹嘛笑人家 這超好笑 然後他就是 完全我講什麼 他不會 他很認真 就那個洗就不斷 然後就繼續演 然後他越演我越覺得好笑 因為他就不給我休息啊 我沒辦法把那個情緒壓下來 好受傷喔 很認真耶 然後後來就是 後來真的是著不下去 然後那一套衣服 也是只要沒有出來了 可是因為 我感覺紐西蘭人 我以我的經驗來說 我們就是感覺舒服 有那個氣氛就好了 比較不會去搞這種 好像去買那種Cosplay的東西 我也是覺得很認真 我那時候已經對不起他 因為我進不去 我沒有辦法進去那個情況 太突然了 沒有 至少你要把它演過去 我知道 最好就是演過去啊 回想就是也蠻好笑的 跟外國人比較 真的要跟助理一樣 就是說要預備 要說一下今天晚上是 會玩什麼 然後之類的東西 不然 那個遇到那個氣氛 就是反應不過來的時候 有點尷尬 我覺得這很不對耶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 我忍不住我要講一下 那個 哪邊忍不住 大家本來就是一個叫做 秘密去拉布 一個就是一個店 就是比較特色的店 但是那一家店呢 就是說客人非常多 而且是穿的就是西裝啊 老闆其實很多 然後裡面就是說 當然是幫男生服務的一個店 但是比較就是 大家都知道這家店 然後呢 我們要等進去 就是很多人排隊嘛 等著說我們還要上課 就是說摩尼塔說 等一下玩SM的東西 如果你是S的話 就是好好配合 然後他是講什麼 他還是我們要講什麼 我很認真學習 不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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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會讓你進去 不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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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開門就是你說 去 押出來 你 嗨 就是我們要配合 有一個位置了 坐下 對 就是之類的聽說啦 所以他會把你當狗狗嗎 什麼聽說 看人的程度 先就是我們學 就是喜歡怎麼玩 什麼什麼什麼 所以就是那個 如果 就是先從握手開始 對 押手左手 爬下 都有 那如果就是你不配合的話 這家店就是不讓你來 那你的台詞是什麼 我的台詞是 腳架打開 沒有啦 沒有 我沒有去啊 你少在那邊 本來想去 老實說本來想去 是 那個盯不到 喔 太熱門了 60分鐘 那那邊的女生站了嗎 蛤 那邊的女生站了嗎 很漂亮 那你怎麼知道 我看照片啊 我真的 好 你是小七號 幾號 幾號 介紹一下 六號跟十二號 好 沒有 接下來 只要的是 三萬塊日幣 快一萬塊 然後再60分鐘 然後我們男生不能幹嘛 然後不 有 這就違反了你的原則 對 不一定讓我們那個 對 讓你哪個 就是 反正你也 有時候你也做不到啊 對 沒關係 我覺得我個人 所以不能接受 我的時間就結束後 就是別 男生幫我洗澡 因為其實我也不想 就是別人幫別人洗澡 因為再而是我們個人 就是要自己洗澡 就是洗澡 就是洗澡是一個非常 就是私人的事情 我就是愛怎麼去 就怎麼洗 然後我一定是要一個人洗 然後 就是對方也是要一個人洗 然後 然後我們再回去房間 包包水餃就好了 可是 因為前陣子就是 就是我的朋友 不知道這些事情 然後就進來 那個浴室 然後就真的讓我嚇一跳 因為 我就覺得好 我身邊才要洗頭 然後就是這樣 就連也是油 就是泡泡 然後這樣子洗澡 我什麼東西都看不到 然後他也進來 然後我就真的嚇一跳 我就覺得 誰啊 幹嘛 就是 還會是不是 然後就把他推出去 然後就說 不要 不要才過來 會有其他的人嗎 對啊 送外賣啊 說真的 說真的 我是不知道 剛剛是我個人的關係 可是 我每一次 我只要回家 我會 查兩三次 我又沒有鎖門 哦 對 然後就是真的 我真的會嚇到 我真的不喜歡 就是 我連就是 勾勾會進來 我也會嚇到 所以我覺得一定會 關得很好 然後就鎖門 這樣子 對 而Frenzy強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喜南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